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雞腿 今天一樣要來分享三個自己幻想大陸的遊戲資訊 那這次的影片主要是想來跟大家聊一下 最新版本火毒漿的陣容搭配 畢竟在開放前就一直有觀眾 希望我可以早點分享火毒漿的玩法 於是前陣子我就花了一點時間來研究 但我必須先說 我自己目前還沒實際測試過 因為我晚上才直播抽孫魯班 所以等等介紹的內容裡 如果我有講錯的部分 那歡迎各位糾正指教 畢竟我也只是個普通人而已 一定會有說錯的時候 接下來我們就不囉嗦 直接開始吧 好那我也不藏私 直接先把隊伍構成放給各位參考 再來講解細節的重點部分 然後各位要注意的是 我接下來要介紹的畫面中這個隊伍 他有幾隻不錯的搖擺位 玩起來的打法也略有不同 所以我真的非常建議各位千萬別快轉 一定要仔細看完 那首先1號位的話 我個人只建議使用假許 因為我們這個隊伍非常依賴中毒狀態 帶來的傷害與暈眩 就連收割也一定要有相關狀態才行 所以盡早讓假許出手 使用怒攻就非常重要 接著2號位 我們的首選是姜維 選擇他是因為姜維無偶的時候 普通攻擊會變成範圍傷害 甚至是全體範圍 這能力非常重要 會直接觸發大小虎的聯動搭配 第一 村魯班的三星效果 帶同排男性武將的普通攻擊 或任意技能成功附加濁燒時 村魯班會發動一次追擊 並且給予對手一層猛毒狀態 重點 每個目標每個回合最多可以觸發3次 這時候各位可能會有疑問說 姜維什麼時候有濁燒效果了? 那如果有看過我這部換我介紹的玩家們 應該就可以瞬間理解 沒錯 我們要擁有濁燒效果的話 在戰魂的挑選上 就必須讓姜維選擇弱點突襲 因為弱點突襲UR之後 每次攻擊都有30%的機率 讓對手造成濁燒狀態 算這個樣子 我們就可以搭配魯班的三星被動 因為切好的話 姜維是有可能一個回合 就直接掛一堆狀態在對手身上的 至於沒有姜維的玩家們 也可以替換成幻武呂布 因為他的三星被動一樣可以觸發弱點突襲 所以擁有擴散的能力 這樣替換之後就是火毒呂的玩法了 接著三號位就一定要使用孫魯班 因為賈曲跟姜維被綁定在前排 位置又不方便調整 所以要觸發三星被動就只能綁在三號位 接著補充一下孫魯班強勢的地方 因為剛剛介紹的三星效果只是開始而已 接下來五星被動 當我方武將每次私家左哨狀態時 就會引爆一層中毒狀態 而且中毒狀態的對手被擊倒時 剩下的對手還會被附一層猛毒效果 所以姜維或其他角色在放左哨之後 就會同時引爆中毒 聽起來傷害是不是相當可觀 然後覺醒之後強度又會再次大幅提升 因為以火覺醒 就可以讓銅牌男性武將的普攻或怒攻 造成中毒狀 孫魯班和該男性武將 就會同時恢復300點怒氣 和20%的資深最大生命值 雖然說每個目標每個回合最多只能觸發三次 但900點怒氣跟60%最大血量也已經非常驚人了 那這邊有些玩家可能會以為 這個能力只有賈曲吃的到而已 但其實姜維也OK 等等接到魯翼的時候 我會補充 接下來三活的能力 就是會讓賈曲跟姜維的異常狀態 可以更好附著 重點是女團的克制因素來了 當對手的猛毒狀態消失或是被引爆時 該目標還獲得失效狀態 這會讓下一次的補血或增益效果直接無效 而且這個狀態不會被驅散 也不可被抵抗 所以會100%命中 然後發動時還幫全體補血5% 算是補小補 除了無我效果 對手每次受到超過自身最大生命值6%的異常狀態時 就會驅散一層爭議 並且降低15%結果傷害 和25%異常狀態的抗性 重點 接下來受到異常狀態的傷害 還會增加10% 最多可以疊加三成達到30% 而且會持續到戰鬥結束 所以對手被打倒也不會驅散 復活之後依然維持乘數 而且第一次疊滿 還造成兩個回合的暈眩狀態 就問你們 這個能力是不是相當噁心 但強勢的點還沒有結束 羈絆的部分則要跟孫魯魚一起上場 我方全體攻擊型武將 對於中毒狀態的敵人使用怒攻時 會必定暴擊 並且提升30%的吸血效果 重點每個回合結束時 對方所有武將還會被賦予兩個回合的著燒狀態 乘數是依照該回合消失的中毒狀態數量 老實說光看完上這些能力 雖然沒有用過應該也會覺得孫魯班很強對吧 接下來4號位有幾個選擇 首先第一個是孫魯魚 讓他可以盡早發動怒攻 直接平衣在隊友身上 至於第二個則是放上諸葛果 因為諸葛果的羈絆 可以增加前後排隊友的異常狀態命中 但還放在5號位也行 就看你們要加強、假許還是姜維 這兩種玩法其實都OK 至於姜維可以發動中毒的部分 我就簡單的講解一下 因為魯魚的怒攻可以造成平衣 然後異火之後被平衣的對象 武功時就有20%機率 對對手造成中毒狀態 因此姜維也可以吃到魯班的異火效果 接下來5號位的話 我會今天使用曹P 因為我們的主要核心 在於灼燒跟中毒這兩個異常狀態 只要越好累積層數 強度就會越高 對曹P怒攻的降低異常狀態抗性 最高45%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效果 然後由於異常狀態 容易附著到對手身上 讓三星的清除真意效果 也會同時受益 最後對手要抵抗異常狀態 那勢必就需要驅散的手段 這時候就很有可能帶上 葫蘆、畫陀、窮奇、群羽 這些驅散異常狀態的物件 所以對方只要有帶上他們 就會被曹P的無火效果 扣血又控怒 因此曹P是非常適合 火毒體系的角色 最後6號位選擇蔡文基 是為了增加穩定性 她的3次索寫 可以讓我們前排輸出比較安全一點 當然各位想要改放諸葛果 讓陣容變成諸葛果加草P其實也OK 都屬於可用範圍 接下來神兵方面 第一把首選肯定是核式幣 只要用核式幣 強度就可以提升非常多 所以強烈建議藥有會比較好 不過使用的條件必須是五星柴琴 最沒有的玩家們 就可以選擇斧頭或扇子 接著第二把跟第三把的話 看你們要葫蘆仙還是12攻仙 其實都OK 再來靈寵的部分 首先主戰的話 有預算就建議使用 藤蛇、窮奇、玄武 藤蛇的效果可以降低對手的治療跟增益狀態 而窮奇則是可以降低對手的異常狀態抗性 並且受到異常狀態時 會扣5%最大生命值 至於選五就是增加坦度容錯率 以上三隻我覺得都不錯用 都沒有的話就選夫豬即可 然後主戰方面選擇酸泥加窮奇 或九尾、夫豬、龍下應該都可以 OK 接下來潛能的部分 首先蔡文姬使用13212 接著草皮跟豬哥果都使用11 1212 再來孫魯玉22121 至於孫魯斑跟賈蛇 我是建議使用23333 至於姜維則是23312 接下來裝備的部分 一定要讓姜維成為攻擊力最高的單位 否則魯玉可能會平一錯的人 影響很大 再來戰鬥方面 賈蛇、姜維、孫魯斑這三隻武將 只建議選擇弱點突襲 讓左招可以盡可能的發動 至於後排的三隻武將 看你們要全部帶怒滅 還是連擊加護 我覺得都可以 然後潮皮的話用弱點突襲 傷害也會還蠻不錯的 最後換武方面 賈蛇跟蔡文姬必須搭配三開效果 若蔡文姬沒有的話 就換成豬哥果吧 那我們這個隊伍的玩法 就是以極限抗為主 接著把各個國家的抗撐到最高 畢竟中毒、桌燒跟姜維的真實傷害 就已經夠打了 我們只要不被打倒 就可以慢慢耗贏對手 那過幾天都把角色充滿之後 我會再分享隊伍的實際使用影片 順便看看有沒有更好的改動 最後希望這次影片有幫助到你們 如果喜歡可以幫我按下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會記得我們下次見 掰